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太原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2024年第一季度 太原市委 市人民议会 市人委会 就实施所提出的政治任务 以集中领导 指导 坚决及同步的展开各任务和措施 结果为本市工业长值达35,450亿月顿 同比增长了7.4% 国家预算收入资金达3820亿月顿 同比增长了6.4% 文化社会领域需收关心 政治国防安宁得以保值 社会安全秩序得以确保 党建和政治系统建设等工作都同步展开并有效有力的活动 在将来的时间 太原市继续坚持同步有效地展开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及做事 特别是国家预算收入的任务及做事 最大完成2024年国家预算收入的任务 其中介会设在本市的各重点工程项目的实施精度 按政府的指导 借强共共投资资金的支付工作等 为在各居民区发生的火灾和爆炸情况及处理而发挥自救地方针的效果 同时积极全民参加消防救护救难运动 创造热烈的竞赛气氛 4月8日 在五元甲广场和省文化艺术中心 太原市举行了2024年防火防灾救护救难的安全连家组的业务赛会 参加此赛会的有来自本市31个先方的代表着200连家组的31个队 太原市也是被选为全省先级赛会的举行之地 开幕一世之后 各参赛队要经过两个内容的考试 理论考试中 参赛的各队就抽签并回答有关消防和救护救难的30个问题中的一个 这都是与日常生活中有关防火防灾的切实问题 从而检查 评估参赛队成员对防火防灾的知识和了解 在时间操作考试中 各赛队要对边住宿边生产经营的防治类型处理 效防救人以及搬移财产的情况 在此情况 要求各赛队在发现之后快捷集中力量 展开效防救人并将财产搬移到安全之地 比赛结束时 主办单位已为各参赛队颁发了一个一等奖 一个二等奖及其他许多转转 获得最高转转的赛队将继续参加训练来参加省级赛会 趁今年甸边府大节79年之际 4月8日 太原省老病协会已与军队商贸股份银行太原分行 配合为参加甸边府战役的老病会员进行慰问并赠送了礼品 就在副房之地 太原老病协会领导人已向会员老病 致以亲切地问候 鼓励动员他们注意保健 希望会员们一直坚持胡伯伯军人的美好品德 以及电边府战师的坚强战斗精神 一直是后代子孙 治好和学习仿效的好榜样 近些年来 同喜县华上镇的许多农村地区已形成了干净 安全 并带来高经济效果的模型 为了让这个模型稳定发展的基础之一 就不能不提到社会政策银行的资金来源 合见 政策信用已经和正在使人民积极向上脱贫支付 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支柱 近十年来 为学生 大学生 精水 环境 卫生等提供的优惠信用政策 以及目前的为解决就业工作而提供的贷款额 一直是重要的支柱 让区租在同喜县 华山镇 江峻尊的50新价 减轻了财政的负担 有了资金来发展经济 不仅有了稳定的收入 而现在 他支付的梦想在成为现实了 他家的规模为9000只商品机的G模型 已给他带来了高的经济效果 我家发展经济的开始就是借近社会政策银行的贷款额 如为学生 大学生 精水 环境 卫生 以及解决就业问题等的贷款员 让我家人有效地搞经济 生活日益稳定 经济也不断发展 近些年来 同喜县的社会政策银行的 为解决就业的贷款资金来源 也是花上镇 月强尊的从事粉丝 生长的多呼 自新扩大生长规模 脱贫致富 有了这笔又会贷款来发展生产 就是太好了 一利率低 再说又会贷款时间为三年 我带了这笔钱来投资购买粉丝来生长 因为若蒸汽购买时 价格降低 而到了寄摸粉丝少 价格变高 目前花上镇的较为富裕 有稳定收入的民估的比例较高 贫困户比例只为0.56% 净混户的为0.75% 这以前也是全线贫困户比例最低的地方 有了此结果是因为有了各信用政策项目的不少贡献 我们正在集中于各种信用贷款来源来发展经济以及为人民撞造工作机会 在尽端时间 我们已经和正在与社会政策银行好好配合每年展开此工作 由这个资金来源以为当地的100多个劳动者撞造工作机会 通过贷款解决就业工作的项目 从年住至今 同喜县社会政策银行交易所已接受了档案 并为35个客户办理支付21月顿的贷款手续 这将为花上镇集中发展经济 向着成为改善在未来的中心都市的目标的有效基础 请观看其他消息 2024年3月的消费价格指数比上个月下降了0.13% 同比增长了2.24% 下降的五种商品及服务组之中 以0.23%的交通组聚焦 出于增长的三组有服装 帽子 鞋子 家庭用品及设备 保持价格指数的为药品和医疗服务组 教育 饮料和香烟等 2024年第一季度平均来算 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均增的比例为1.77% 自成立以来 太原大学都已发挥了其的前世 日益更好地满足人力培训需求 刚刚成立的时候 太原大学只有41个培训行业 而到了2023年 太原大学已有了358个培训行业 比1994年增多了几倍 其中 大学后培训的位142个 太原大学所培训的行业领域丰富多样 与此同时 展示和干部管理队伍的数量和质量都不断提高 逐步肯定太原大学在教育培训系统的地位和作用 目前太原全省就有100块林业苗圃 2024年的各类树苗数量为3300万克 同比增长了500万克 上述的树苗不但确保本省的造林需求 而且还为北建 宣广 亮山等邻近省份提供树苗 为确保林业树苗质量 每年太原省林郑区都与本省各地配合进行宣传 普及法律的关于林业树种管理的规定 与此同时 林郑力量还要主动在本省各苗埔原地 检查林业树苗的生产柜程 原产地和质量等 我们今天的节目部分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 再见